你找我呀 怎么不说话呀 小金刚死了 我的手下也死了 是时候 我该离开金龙山了 为什么呀 赵副队长等着你原房呢 原房 金龙山都快跟我一样 马上就要落单了 还原什么房 落单 谁落单啊 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 灵河行动之后 吴翠花他们 可就不再回金龙山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就你自己不知道 吴翠花想游说我 跟她一块走来着 你想想 如果吴翠花 她回了游击队 方振云肯定跟着走 至于草上飞马 逼不得已 她也会跟着走 为什么 你没看出来吗 你没看出来吗 现在她的那些喽啰 根本也没有人听她的话了 全部都已经被吴炮头给征服了 全部都已经被吴炮头给征服了 我叫你来 是因为我替你着急 替罗上校着急 你们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明天 吴翠花就要带着方振云去游击队了 这明着是谈方案 可按着呢 我估计 根本就没有什么零和行动 陆月合怎么还没有行动啊 她 现在可只有这一条路了 哪一条路 杀了吴翠花 让方振云放弃去游击队的念头 怎么做 只要 你把吴翠花给引出来 我帮你动手 你让我帮你打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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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等我 别跑 别跑 张家东 谁开的枪 不知道 他终于凶相变露了 这怎么办 先抬下去吧 抬走 是 是 赵大哥 你说得忠于凶相毕露失职 我耳朵里刮过点风声 可没想到竟是行凶杀戮 好 这事以后再谈吧 不怕他没事就好 嗯 我先走了 好 有机会再谈 我是开了一枪 可我并没有打中他 那是谁 我没看见 不过 你不觉得梅谷上山之后 就怪事不断吗 我们先别怀疑 等拿到证据再说 好吧 我也喜欢我 这个 gì 一극 吃桥子 游击队就是这么出操的 我也开眼了 没看过游击队出操 听张家东说 无炮头那一套 都是游击队的套路 这张家东杀他 也是冲着游击队吧 这个张家东啊 梅谷怎么样了 已经搬到我那去了 就是还没同床呢 为什么 出这么大的事 不说他们愿意 我也没心情 人呢 应该还睡着呢吧 报告 副队长 王大全验尸报告出来了 去看看 好 怎么样 仔细查过了 只有枪伤 这么看来 真的是吴翠华干的 这张家东 怎么就跟吴炮头过不去呢 不可能 翠花不可能杀他 啊 好 黄队长 找我什么事 能找到罗掌柜吗 能 告诉他加东的情况 是 把这个作战计划 交给罗掌柜 不能落到小日本手上 是 保证完善任务 队长 想事呢 我在想我们的行动方案 咱们的行动方案不是挺好的吗 我是担心金龙山 如果我们攻打双方山 那方阵宇进不了联合阵 那整个行动计划就全都失败了 可是失败总比放弃要好啊 是啊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队长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金龙山换个个呢 让他们打双风山 咱们进临合阵啊 你不知道啊 方阵宇他是憋着劲儿 要打临合阵的 他是为了报仇 是啊 可是队长 挫败鬼子的阴谋 打击伟满政权的嚣张气焰 临合阵一战至关重要啊 是啊 所以我们要准备另外一套方案 还是队长想得周到 我希望这次协同作战 是一次真正的联合抗日 也是收编金龙山的新起点 方阵宇啊很大度 他对我开枪的事只字未提 而且他为人也很豪放 难怪吴雨会喜欢他 是啊 这样的人 这样的队伍 今后一定会为我们所用 嗯 翠花 翠花 雨哥 在想什么呢 雨哥 我还在想张家东的事情 我怎么都觉得事有蹊跷 你是怎么想的 说出来听听 我帮你分析一下 你想啊 本来那天张家东 想刺杀我的 结果我没死 张家东却被人杀了 到底是什么人杀了他呢 他为什么要杀他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明 他在暗 他会不会对我们有威胁 我本来一直担心 岳和和张家东越走越近 早晚会出大事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比以前会更危险 没错 好 这样吧 我看你还是先搬回西坡住吧 这样离我们近一点 彼此又会照应 其他的事情 我们从长计议 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我看起来 雨哥 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对了 我想去趟游击队 那我陪你去吧 好 外面的就是比家里的好好 你就说媳妇吧 都在说什么呢 看见吴雨没有 就在那边和大队长聊天呢 别瞎说 好久不见了 你们来啊 我真是太高兴了 正想找你们聊一聊呢 自来 张派长 吴雨啊 刚才我路过 战士们都想看看你呢 你看 还是换回女装好吧 方大队长 看看你媳妇 就是个侠女 以前是侠女 现在是女战士 是游击队 让我成为了一名女战士 方大队长 你也是一名战士啊 看看你 不愧是刘洋回来的 你很会打仗吧 哪里哪里 得到首长的认同 真的是很高兴啊 坦白地说 柳树和行动 方大队长对我们 还是利用大鱼携头 而且在作战方案上 我们还有共同之处啊 这也是多亏我媳妇 经常给我讲游击队的经验 让我获一非浅啊 吴雨来了 吴雨来了 吴雨 吴雨 她是女人的样子好看啊 吴雨 大家好 还是女人的样子好看啊 还是女人的样子好看啊 我们大家都过来看看你 你看 你看看看 帽子都戴歪了 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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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帽子没再坏吧 哎 你的帽子没再坏吧 好看 帽子没再坏吧 好看 帽子还把帽子戴歪了吧 好看 吴雨 尽抗议总的批准 已经成立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 来 我们向党宣誓吧 我致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致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我们欢迎一支真正克尔的 国民革命军 我希望金龙山有空投 有军饷 但是 你要告诉方振宇 让他做好多种准备 他就没指望过 还有 你要告诉他 张家东暗杀的事情 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反毒派的 真正面目 黑松林的事情可以证明 金龙山的问题很复杂 你要尽快地把队伍带过来 好 我明白 金龙山的一切 全都掌控在罗天华的手里 罗天华远离国民征服 全力勾斗其中 而且他处的环境 又极其的复杂 极其的恶劣 吴雨 我相信你 一定会完成好这次任务的 我一定会尽力的 那好 吴雨 你都保重 好 你也是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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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不要 我不希望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士兵 回去告诉少佐 我要让内阁长官看到和平宁静的林河镇 是完全归入大日本帝国 大东亚共荣圈的林河镇 既然满洲国对林河镇有那么高的治安评估 那我们应该向世人展示林河镇的模范和谐 那内阁长官的安全 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 没有士兵不代表没有关东军 只要你们脱掉这身皮装作老百姓 明白吗 明白了 去告诉少佐在龙府饭店见 是 谭卡君 谭卡君 问你一件事 我妹夫的林舅约回国了吗 高炫横一 对 少佐答应过我妹妹的 少佐答应的事多了 怎么 王魂之纳埋在坟山回不去了 康天君 你呀 想明白吗 每天有多少人战死都送回去吗 他答应他 他答应他 他能不答应吗 康天君 你也不要怪少佐 这也不关少佐的事 是天皇陛下 天皇陛下即使有这份仁慈 他也拿不出这笔钱 康天君 康天君 宋门君 有事吗 没事 雷阁长官今天要来灵河镇了 我和王阵长去道口接他 这里交给你了 我掌柜怎么样 合伙计买完菜回酒楼了 我想 他应该会去金龙山的 他不是布置好了吗 还去干嘛 两百毫人凭一些短枪 他没有失足营的把握 他就这么沉得住气 或者 他在等上司的电报 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随时向我报告 好 告辞辞辞辞 好 两位慢走啊 有空常来啊 哎 哈哈 掌柜的 小松 钢子 忙我忙了都先下去吧 是 掌柜的 是日本人德川大佐的车 贵人云集啊 并且四个城门 各有一个连的关东军 掌柜的 我担心你 担心什么 方振宇他们 进不了城啊 我没想过他们要进城 强子 该咱们为党国效忠的时候了 是 衣服给我吧 你们下去吧 是 老爷 您看这衣服好不好看 我觉得这衣服啊 您今天穿最合适了 您看爷老爷好看吗 爷老爷 您别喝了 这做财主当会长容英镇长 多美的事啊 我不贪图做官 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做的官 被千夫骂万人唾的 那叫什么官啊 那是狗 老爷 您就别玩尊严了 咱们该换衣服 去接内阁长官了 我不穿 我也不去接 天并城 你是想歇胳膊 还是跺大腿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快 快快快 拦住他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站住 对田镇长客气点 笑什么 不知道今天接内阁长官啊 着什么急啊 你别去了 田镇长 请吧 你们都出去 我要更衣 出去 说是镇政府征用 这七里咔嚓呀 咱的梁行就没了 你看啊 这个路边的义战 不也给占了吗 就是 就是 该拿的银子 我们都拿出来了 我们也算是为 满洲国出力了吧 他们也该消停消停了 消停 只怕这临河镇 以后真成苦海了 这 这不能吧 这怎么办呢 怎么不能 这小日本秀一个字 狠 霸梁行战役战 那只是一个开始 从今往后啊 我看在座的一个个全都跑不了 这田掌柜是咱们商会的会长 他应该为咱做主啊 您还指望田掌柜呢 他都已经被小日本给牵上了 这 真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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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 赶紧的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咱们还是得仰仗金龙山武装 谢田掌柜的胳膊 还是剁了他的腿 要他的命 对 要他的命 太不像话了 这 什么事吗 枪打出头鸟啊 谁要敢为日本人办事 就杀了谁 这 这 这 当然 这是抗连公告 可是大家别忘了 日本人来咱们临河镇是干嘛来了 不就是为了咱们的钱财吗 各位在座的 可都是临河镇有头有脸的人物 日本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所以啊 咱们还是要一如既往的 支持金龙山武装 拿钱出来 赵掌柜 您说呢 我那撞上还有事 我先走了 回头再说吧 我那也有事 先走了 先走了 兄弟啊 你说这日本人要钱 打日本的也要钱 这不都是要钱吗 可不是嘛 日本人要咱的钱 还要搭上命 咱还不如给打日本人的钱呢 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 有道理 这事啊咱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你自己琢磨琢磨 走 来卖新菜了啊 包子 新菜就白菜了 罗掌柜 你尽管放心 银子吧 他们不给 我来给 事情由你来做 这个 最好在咱们离开临河镇以前 就能看到结果 没问题 这个你放心 哎呀 这个田老板 他是不该死 他是吞吃了 鱼沟了 谁说不是呢 那个唱大鼓的娘们 就是个日本特务 罗掌柜 再幸亏拖身走 要不然 咱可就得被杀了 嗯 行了 罗掌柜 我现在就去凑几银子 好 那就麻烦您了 罗掌柜 这事行吗 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 我明白了 原来你下的也是个弃子 弃子 对 可不是嘛 这话怎么讲 大凡下弃子的人 不是勇士 那就是奸佞 你 这夜空头 太好了 花花 潘或者是奸佞 宇宙 山虎 佬掌柜 没人发现吧 没有 我从后墙挑创进来的 说吧 出什么事了 张家东死了 什么 报告 康天军 姓罗的什么情况 一切正常没发生任何状况 家派人手 二十四小时监视 非常好 有实战的基础 山虎 你马上回去 准备空头 如果今天晚上有空头 那明天的战务 就打得轰轰烈烈了 是 等等 家洞的事咱们暂时不谈了 您回去告诉房间 大战在即 让他务必做好准备 临河一战必须成功 好 我会亲自上山迎接空头 是 长官 长官 我先走了 好 睡得好吗 若是赶上午餐就别吃了 上寨房吃午餐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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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月和和他爹找梅姑救你的那天亲眼看到的 那黑松林的事情怎么解释 据梅姑说小金刚多次去过黑松林 他一定在黑松林跟日本人接头 日本人设下拳头 在黑松林设的埋伏圈 一小队关东军倒像是伏计 这下好了 至少梅姑没有问题 这可是大事 郑宇兄弟 你就放心吧 就算是梅姑落到日本人手里 他肯降 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 更何况 梅姑是不会降的 是啊 降降也是 现在就等罗上校和空头了吧 郑宇兄弟 你不信吗 不是不信 是怎么个投法 你说是从北平投过来 还是从东还是从西 这张家东可是说得有板有眼啊 他也是听罗掌柜说的 现在国防部 国民政府 都是和罗掌柜单线联系 上面怎么说的 也只有罗掌柜自己知道 只有等他来了我们才有个准心 就要明天了 他怎么还不来 这个庆典对松本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在想 松本也是布下了很多的陷阱 这罗掌柜出不出的来啊 他要是不来 咱明天这仗是打还是不打 打 一定要打 这罗掌柜不是说过了吗 不惜一切代价 杀进临河镇 可没有空头 没有重武器 咱们怎么杀进临河镇呢 我根本就没有指望过空头 我们齐席 双风山交给游击队 他们同意了 完全同意 张家东可没善待过胡队长 这要换作我 不打金龙山才怪呢 这胡大队长可不是一般人 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 翠花说 柳树和炸兵营的事情 他非但没有立功受奖 反而被处分 但他毫无怨言 就拿我们金龙山来说吧 没有给他好果子吃 但还要处处帮助我们 康连有这样的人哪 不打目的势不罢休 是啊 他的目的并不是把我们 拉到抗连里面去 而是跟我们一起去打小日本 他这是欲擒故纵 不是 他们是想看到一支真正的抗日国军 他是这样说的 是啊 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他并没有游说我去抗连 反而是张家东过于敏感 处处要置他于死地 你 日本内阁长官 已到林河镇 执行代号东北虎弥沙利 除掉日本内阁长官 我已满就过得不成 只要地下抗日军的强大性 就是你离开的时候 就是你荣誉归来的时候 我期待着地下抗日军的壮举 更期待你荣誉归来 到那时 你就是军统军的少将 你就是军统军的少将 打完下弃子的人 不是勇士 那就是奸命 庆典明天早上八点钟开始 游击队八点进攻双风山 赵大哥 待主力连夜潜入东城门 可罗上相没回来 我们不知道他们庆典的位置 是 临河镇只有东城广场 可以举办庆典 所以我决定主攻东城门 从东门突进去 再走三条街 就是东市广场 我们真的能攻得进去吗 能 这城门上一挺歪坝子 就能把咱们全灭在城门口 所以我先进入临河镇 里应外合 对 对 真是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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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潜入临河镇 就真的那么容易吗 我说能 就有足够的把握 这么说来 没我什么事了 不 没过 你和我们一起出发 不过你不是去临河镇 你带刘国雄 到双风山和游击队会合 什么 我和游击队会合 没有你带路的话 游击队怎么能够打进双风山 如果拿不下双风山 咱们回金龙山的路也就绝了 美谷 可不是没你的事啊 你担着我们两百号兄弟的命呢 明白了 队长 我什么时候攻城啊 登城里的枪响 报告 报 报 潘大队 楼上上说今晚要空头 真的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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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好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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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厉害 啊 是啊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搜 一个也不能跑掉 人齐了吗 四个厨师 五个火鸡 死了一个还剩四个 你 你出来 那个呢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又要少一个 现在谁知道 报告太军 是少了一个人 就 叫陈强 中午的时候还在 看夜市的时候就不见了 很好 他住在哪里 平时就住在店里 别着急 慢慢想 除了酒楼 罗掌柜还有什么地方 说 你来联合干什么 执行任务 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到了 听从上校指示 坚决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是 潜伏庆典现场 万一方阵雨行动失败 由你执行爆炸 你成功 变成人 陈强 谢谢你 这么多年来一直跟着我 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请托宝海 陈强 为了当国 为了中国四万万同胞 为了中国四万万同胞 我陈强 死而无憾 希望方振宇能够成功 希望我们会是金龙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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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统局的指令 让他改变了计划 那我还是不明白 依他的本事 他完全可以做得很隐蔽 不至于做这种自杀性行为 你不了解中国的特工 从宋朝的锦衣卫 到明朝的东厂西厂 乃至沿袭到现在 什么都是主子结构 只认主子不认组织 所以罗天华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戴利 这里是空的 作词 在岁月中沉淀 褪色的笑页 把你的故事散在昨天 你的世界 有太多脆弱被打扰 静静等候 哪怕只多一秒 闭上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遗落在这些怀念 真是怀念 真是唐下的缺点 一双眼 回忆缠绕视线 每一次呼吸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都依赖对你的怀念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抱紧的心愿 遗落在流年 永远 永远会有多远 永远会有多远 想让你听得见 抱紧的心愿 永远会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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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